我们也持续带大家追踪 昨天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的违建争议 几个多数人纳闷的地方在于说 到底要怎么租700平大的地方 一个月只要6000块的租金 还有为什么 那块明明是国有农地 马文君他们家的庄园 也被县府认定是违建 却不用拆除 而是只要补资料登记就好呢 国有财产署他们有解释 说这是因为82721条款 这个条款不论你是谁 只要你在民国82年的7月21号之前 就使用这个国有非公用土地的话 那你就可以继续申请成租 也因为是这个样子 租金是用建筑基地 这建筑物占40平的公告地价 5%去算的 不是我们平常可能我租一平多少钱 那种算法 马文君卫在埔底庄园 被南投县府查出地上物没有建造 郑公所说已经行为给县府展开调查 那待县政府回函后 我们会进行后续的作业 县府解释如果郑公所确定是违建 就会开立违建通知书 给房屋所有权人 对方有30天的时间 可以申请补建 如果补建通过缴清罚金 这40平大的房舍就可以保留 如果没有过就会排差 目前已经启动程序 不过外界也好奇 这座700平大的庄园 为什么每个月的租金 国有财产署解释 根据八二七二一条款 就是在民国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号 以前占用国有地 有几种方式可以成租 如果是在国有地上盖房子 不管是农地还是其他地幕 都是建筑基地租约 租金是面积成以公告地价的百分之五 马文君的庄园 就是这种租约 如果是在国有地上耕作 那就是耕地租约 租金是地方政府的正产物来计算 例如南投普里的正产物是稻谷 那租金就是稻谷的单价 乘以产量再乘以千分之两百五 国产署强调接下来会看 南投县府对于马文君的房舍 要如何处理 如果确定是违建 房舍要拆 那就不符合所谓的建筑基地租约 后续也不会再把地租给对方 和新五连赵云光周大响 电头报道 哈喽我是林传沛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 或是体谈动态吗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